本期视频经文简述美国熊猫餐厅的发展 其实在经营中所诞生的几道最为著名的菜肴 话不多是正面开始 上世纪70年代 就读于美国堪塔兹州鲍尔温市贝克大学数学系的程正昌 遇见了同校的蒋佩奇 两位情投意合的华裔高达生 此后相识相恋终成眷属倒不让人意外 神妙的是两人的结合 竟促成了西方最大的中餐连锁店 熊猫餐厅的诞生 不过这份不同寻常的成功倒也并非意外 首先程正昌对于烹饪一夜那是正经的家学渊源 其父程明才是民国年间的川阳菜大家 该菜系及川菜怀阳两家所长 友善宴会之作 蒋家父子并可算是川阳菜的头号粉丝 程明才也由此常为蒋家长厨 后经提拔更是在大名鼎鼎的原山大饭店担任总厨 程正昌失从奶腹 于刨厨一意自非反品 这也是熊猫餐厅此后能获成功的根本所在 而他的妻子蒋佩奇 生于缅甸的一个华人家庭 留学美国后在数学 计算机 电器工程多个领域均取得了学位 这位财思敏捷善于学习的女老板 在经营中更是勇于尝试接受各种先进的理念技术 从早期的便携式点单系统 到如今的自动化烹调机器人 都是在她的立主下率先加入的熊猫餐厅 两人的结合 让熊猫餐厅在传统与新潮 工艺效率间得到了协调的发展 进而一路成长为如今拥有2000余家门店 生意遍布12个国家的中式快餐龙头企 那么威名赫赫的熊猫餐厅 从1983年开业至今 究竟是靠着哪些名菜完成的生根发芽 兴容资长呢 主公且做 听在下为您一一道来 在熊猫餐厅出现前的1973年 程正昌和父亲程明才 其实就已经开过一间换作熊猫客栈的餐馆 当时熊猫客栈的经营风格 完全比较传统的中餐酒楼 走的也是舒适高端的路子 对客提供相对原汁原味的正宗中餐 甚至连餐厅的中文一名 都饶有意味地选择了飓风猿三字 原版的飓风猿创于同志六年 是江苏无锡的头筹范装 当年风雅别致 善烹和尖的太湖传菜 据说就源于此地 而程正昌一生于江苏扬州 与无锡本就南北毗邻 想必选择飓风猿三字作谎 在致敬经典之外 更属有意为之吧 总之程正昌在美版飓风猿的经营中 积累了很多宝贵的经验 他发现传统中餐中 一些精烹细作 废火废食的菜肴 相当影响餐厅翻台的效率 并且也不是所有中餐菜肴 都能赢得美国本地顾客的青睐 于是在十年后的1983年 当第一家熊猫餐厅 于格伦戴尔商业广场开业时 程正昌已将新餐厅的定位 转变为对客提供 加以改良的美式中餐 在烹饪手法上 美式中餐以出餐速度相对较快的 爆炒煎烤油炸为主 口味上则多为西方人 更易接受了糖醋 而这其中的第一款现象级单品 便是创始于1987年的橙子鸡 此菜是由熊猫餐厅的行政主厨 安迪高依托另一款 屋中生有的美式中餐名菜 左宗堂鸡改良心智而来 两者在卫形上 都属中餐传统糖醋口的美版变体 但橙子鸡的独特之处 是需要额外在酱汁中 加入带皮的橙汁 这个灵感 据说来自安迪高在夏威夷时 品尝当地美味的经历 而在具体做法上 这菜其实相当符合传统中餐的烹饪流程 吃多时先以辣椒 生香 大蒜呛锅 之后烹入料酒 加入酱汁 然后将挂户并复炸过两次的鸡腿肉丁 倒入锅中 翻炒搅拌 最后淋入香油 亮色增香 即可出锅 其美式的部分 主要体现在用料和口味上 首先最开始是 橙子鸡所用的鸡肉 是中餐惯用的带骨鸡块 后来为了照顾老美的饮食习惯 才换成了如今的去骨腿肉 而此菜的灵魂 则源于橙鸡中的酱汁 这也是熊猫餐厅 最引以为傲的秘密之一 同可口可乐一样 橙鸡酱汁圆浆的配方 也是熊猫餐厅的最高机密 我们只知道门店在拿到酱汁圆浆后 还需要混合淀粉 水 大量白糖白醋 最后再按比例调入橙汁 最终的橙片 是一种甜中带咸 又略带柑橘清新的奇妙口味 这种新奇美妙的味形 让几乎每个尝试过的老外 都拍手称赞 据说每两个来熊猫餐厅消费的顾客 就至少会点一份橙子鸡 而这道招牌菜 在熊猫餐厅的年均销量 更是达到了令人咋舌的一亿磅之多 在熊猫餐厅四十余年的经营史中 鸡肉一直是绝对的主角 除了上面提到的橙子鸡 左宗堂鸡 公宝鸡丁 这些在海外九幅盛名的中餐典型 自然亦在熊猫餐厅的菜单之内 另外诸如什么四鸡豆鸡 土豆鸡 黑胡椒鸡 也都是口味各异 但均以鸡肉为主的快炒菜料 总之相对便宜的原料价格 和上浆烹饪后嫩滑了口感 让熊猫餐厅在经营中一直对鸡肉青睐有加 而要说除雀鸡肉后 熊猫餐厅最受欢迎的菜品 那应该就要数北京牛肉和蜂蜜核桃虾这俩菜了 北京牛肉诞生于北京奥运会召开的2008年 且该年同时也是熊猫餐厅开业的25周年纪念 于是在双喜临门之下 熊猫餐厅随推出了这道以腌制牛肉为主料 服以红椒 洋葱 加浓郁酱料 炒制而成的新兴菜肴 它最早的灵感很可能来自另一道以猪肉为主的著名粤菜 孤老肉 但熊猫餐厅的创新之处是在甜酸之外 还为北京牛肉添加了辛辣的味道 当然这种所谓的辛辣 是小心参考了老外的接受程度的 说白了也就是呛锅的时候稍微放俩干辣椒的水平 但饶是如此 北京牛肉仍经常和宫宝鸡丁一起 并列成为诸多美国时刻心中爆辣中餐的代表 也是挺逗的 而在北京牛肉诞生两年后的2010年 蜂蜜核桃虾也登上了熊猫餐厅的菜单 此菜最早的出处 据说出自融会东西所长的美食之都香港 起初是一道经常出现于名流宴会上的西式粤菜 约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传入美国 随后新千年开启 日本何时在美丽愈发流行起来 于是在代表新鲜低热的健康饮食寿司之后 日本的面物炸物烤物锅物等质料大类也见次登陆 善于经营的熊猫餐厅很快从中修出商机 推出了与日本天妇罗炸虾类似的美式中餐 蜂蜜核桃虾 其做法大致是在鲜香酥脆的炸虾中拌入由蛋黄酱蜂蜜等调成的酱汁 然后与外国糖浆并经烘好了核桃一起 相互搭配的美味 这种甜腻的美食中餐已经推出 就在美国掳获了一大批忠实的粉丝 甚至在当年的美食评比中 还摘得了一个最佳新菜奖的殊荣 坦白的说 让老外接受中餐是一件并不容易的挑战 所以即便机智成功如熊猫餐厅 其门店所能提供的菜品数量 通常也不过区区十几道而已 所以在菜品之外 他们还涉及了很多能为客人提供惊喜的细节之处 具体而言在飓风园时期 这种惊喜是为等位的客人提供免费的特制鸡尾酒 而在熊猫餐厅时期 这种惊喜应该要数在用餐结束后 门店附赠的幸运饼干了 熊猫餐厅每年约向顾客提供2.81亿个 这种添加了大量香草黄油从而制成的酥脆小饼 并且其中每个里边还都夹杂了一张小小的纸条 里面的内容大多是一些带有暗示预测性质的隐语 或是一些被翻译成英文的东方名言 幸运饼干同古巴三明治 墨西哥卷饼 英式马芬一样 都是由一厢情愿的美国人壮大的外国美食 而幸运饼干在这其中的特别之处是 它在美国已经是一种代表着幸运的文化符号了 你甚至可以在饰品店里买到幸运饼干形状的首饰珠宝 这种幸运与饼干字条上的具体内容无关 老美只是单纯的觉得吃下这种幸运饼干便会带来好运 而说到幸运饼干的起源 也是巨颂纷纭重说不一 当地华人为他提供了肇使来源 可一路上诉到明朝 说是当初朱元璋返元 刘伯温献策将携有秘文的米纸塞入糕饼 这便是幸运饼干的最早灵感 可我分明记得 在8月15沙达子的拜官野史中 担任主角的食物 那是月饼啊 所以似乎还是另一种起源说法 听起来稍微靠谱点 这种说法说幸运饼干最早的雏形 来自于19世纪的日本 当时在东京一家寺庙 流行过一种以芝麻味增为主料 制作而成的食粘煎饼 后来日本的烘焙师傅杜海至美国 虽将这种小吃传播开来 但后来二战开打 在美国的日本人既是不被拘留 也基本失去了所有生意 于是华人面包师将幸运饼干 逐渐接棒到了自己手中 并通过以熊猫餐厅为代表的一批中餐饭馆 将这种小而会的零食发展成了除中国外 世界各地几乎所有中餐饭馆里的标识之一 这也是挺有意思的 熊猫餐厅之所以能在高傲的美国完成如此伟业 原因当然不一而足 首先他们是美国快餐中少有的拒绝加盟 坚持直营的商家 在美国这样的选择 通常意味着极大降低了企业的成长速度 但从顾客的角度来看 这也意味着无论你去到哪家熊猫餐厅 他们的质量与服务都能始终如一 此外在这种传统的经营理念之外 熊猫餐厅又是多元化经营的渐行者 还记得初创时提掉的那家熊猫客栈吗 如今作为集团旗下的独立品牌 它也仍在不断成长 并且其堪定的经营方向 正式对客提供品种丰富的正宗中式美食 且店内始终保持着提供中文点餐的服务选项 而与其病例同行的 是在加州开设的熊猫创意厨房 熊猫餐厅选择在这里测试自己的服务方式 开发全新的单品 尝试将各国的饮食文化融入于中餐之中 这种既不自视甚高 亦不一味逢迎的经营理念 其实很值得有意拓殖海外的中餐经营者们学习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